朋友们好,欢迎大家来到民歌聊太集,我是民歌 大家也讲过了,我们已经说过了 我的头毛原来很长 所以我想把胡子留起来 这样好一点,比较对称 今天天气有点热了,心血来潮 把他剪掉吧,天太热了,把他剪掉 胡子讲,再过一段时间,胡子还在那儿涨一涨 看能不能长长一点 就是这样,我还是民歌,还是我,我还是民歌 好,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话题 我想到的问题 就是今天发生了一个事情,我想到的一些东西 这个自从来到美国以后 这个我发现这个美国真是鸟语花香 哎呀,这个我们就是院子里面 也都成群的鸟,各种鸟 各种鸟 还有这个松鼠呀,都不怕人 人来了,他不跑 他不怕人的原因是什么呢 通过最近几年在这儿做感觉 就是因为人都不伤害他 你不伤害他,他就不怕人 这个美国的这个野生动物的保护 我感觉还是很好,很好 人和动物之间关系也非常好 关系非常好 我今天为什么要聊到这个话题呢 这个因为今天啊,早晨,我早晨去锻炼 然后我一个手拿着手机 一个手拿一个那个拍摄的那个架子 然后呢,就是院子的木头的院子的门 我开开准备到外面去 那外面当然是还是我们家的前一面 然后开开出去 刚开门的时候 门旁边因为有棵树 那个树的后面跳起来一个路很高 他的头要比我比人高 因为他脖子有一截 像他的身体没有人高 很大的路 没有脚 他没有脚 然后跳起来以后 就向这个路跑 然后往旁边的邻居家的树后面跑过去了 跑过去了以后呢 然后接着呢 我就看这个路好像跑的时候 腿有点瘸 好像一蹦一跳的 腿好像是被汽车创伤了还是什么 所以他就后来呢 小区的有人报警 就是来了两个警察车 就是两个两辆警车 来 因为我每天跟个小生子讲话 小生子就说警察车 我跟着学学 说着说着 我也说成警察车 就是警车 就说习惯了嘛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路啊 把他开车向路的附近去开 然后那个路看到车来了 他就跳起来 又往旁边的地方 旁边的地方开 跑 跑以后呢这个车掉头 然后这个警车就跟着他 后来呢我们正好要出去 我们开车出去 就问这个警察 这个路还在不来 他说还在 他跑到旁边又一家的 另外一家的邻居的树底下 然后我们跟他说 他说他已经向有关部门报告了 警察已经向有关部门反映 说要来看怎么来 怎么来处理这个问题 这个警察说 他是想把这个路呢 不想把这个路留在 我们那个小区里 因为它会构成 一个种一定的威胁 因为有开车呀 或者小孩呀 碰到都不好 所以这个 两个警车 从上午那样发现以后 一直到那时点多了 大爷好跳 还在那看着他 看着他 最后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没有问 就通过这一件事情 发生的这件事情 我都感觉呀 确实是 我们有一次在路上 看到过一个路 很多车过去 也没碰到他 他自己跳过公路 有一次我们到私地公园 去有个木头的小路 我们走上走的时候 他们有过了一段以后 然后两边的栏杆 都少了一节 一开始我们不知道 后来我就一看旁边有个牌子 牌子上画一个画 画上画一个路的图案 就是表示这个地方是留这个鹿 狼呀或者狼虫虎豹 就是这些野兽会通过这个小这个木头的路的时候 木头的路两边有栏杆 他他过不去吗 他就是留动物过的地方 他留两个地方没有栏杆 就是为这个动物考虑 就是修这个路的时候 做公园的路 他都为动物考虑 所以我从来可以想这个 这个国内啊 我原来呀 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就是 每天都是什么呢 就是到公园 好多拎着鸟笼的遛鸟的 鸟笼的遛鸟的 其实呢 那个遛的那个鸟 有的鸟 都是国家的二级三级保护动物 你比如说那画美鸟 中国遛画美鸟的很多 那个就是国家保护动物 但是他说这样说 但是他保护不了 到处都是在这遛鸟的 当然你去贩卖呀 去逮呀 他都抓你也处理你 但是还是到处都有 在这里你就看不到 在这里你看不到 什么家里有野生动物 被关关在家里 没有 没有 每个河里面 每个小区里面 都有那个一个小的水域 很小的一个水塘 里面都有鸭子 没有人去抓他们 那他们自由自在的 非常的自由 所以这个野生动物保护 他们确实是落到了 一个实处 落到实处 我感觉通过这件 这个路的这件事情 我感觉的是确实 这个生态环境非常之好 所以空气非常新鲜 空气非常新鲜 你呼吸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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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他也有 他 不好的一面 也有 我现在还没考虑 没有想到 我只是想到这个什么呢 我只是想到这个 哎呀 这个 这个 这个动物和人之间 居然能这么和谐 人都不去抓这个动物 水塘里面 每个水塘里都有鸭子 没有人去抓他们 其实也没有警察看了 说是不准野生动物 不准逮 其实没有警察看了 没有人动了 没有人动了 这个也说明了整个的这个国民的数字 还是很高的 还是很高的 这个 我觉得有一句话叫什么 我为人人 人人为我 我把它改一下 可以说是什么 我为动物 动物为我 你真正保护动物落到实处了 动物也是保护你的 这个概念从什么里面怎么说呢 就是意思就是 你保护动物 动物对整个的生态环境 有好的影响以后 这个好的生态环境 给你好的空气 你对你人类的生存 人类的繁衍 它也是有好处的 所以我感觉这个 这个非常好 非常好 好 那么 今天讲的这个 有看到一个路的事情 就想到了这么多 虽然这事情不大 但是就给我有点感触 有点感触 好 那么明哥聊太极 的明哥今天聊的不是太极 今天聊的是明哥在美国的生活 在美国生活 明哥聊太极 讲明哥的美国生活 的目的是什么 在这里我顺便说一句 我的目的就是呢 就是说 我在这里见到的和我过去见到的不一样的东西 我就把它拿出来说一说 我不能每次说一个话题都说一下 我原来做的什么样子 我没有说原来我见到的是什么什么样 我现在只是说 我见到只要不一样的我才说 所以我在原来我都见过的我就不讲了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我们 其实呢 我换句话说 就是明哥的美国生活 所要讲的内容 就是美国和中国 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的不一样的地方 用具呀 生活习惯呀 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我见到的就在这里说一说 就是这么 没有重大的主题 啥都没有 啥都没有 就是 所以就是轻松一下 就是轻松一下 因为我们天天聊太极呀 费脑子呀 在这里就轻松一下 好 又到了再见的时候了 好 喜欢的朋友呢 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呢 再接着聊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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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